娶起今天早晨呢 再次跟这个广西代这个女网友 就解释 我为什么能讨厌你 我为什么不喜欢你 我为什么能不喜欢你的情绪化 因为你遇到挫折 第一反应完全就是社会底层 屌丝垃圾人的本能反应 你受挫败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 有人在和你过不去 被拒签了 签证被拒签了 领事馆在和你过不去 领事馆在针对你 然后呢你不是去检讨自己 或者检查自己 损失自己 复查一遍 复盘一下 就是自己的行为是否有问题 自己的这个签证流程 是否真的合乎规矩 合乎需要 而是第一时间 就是动物本能条件反射的 怨恨 愤怒 崩溃 发泄无理取闹的情绪 就这个反应就决定了 这种人 就是这个王主所在的 就是你不可能提升自己 你不可能改善自己 你这个人生走向就是这样的 你永远都在原地踏步 你没不可能快乐阶层的 更不要说快乐阶层了 就是你出身不好 就是你的出场设置特别低 你拿到的是你父母 你的原生家庭 你的家族 背负了几个家族的这种业力 给你的这个出场设置特别差 你呢 拿到的是一个特别烂的剧本 这不是你的问题 这谁都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不是你能决定的 你是身不由己 被卷入了你父母的这个剧本里 但是如果你自己缺少 跳出来的 让自己变优秀的这个方式 才是你的问题 对吧 不管你拿到什么样的烂牌 你都要尽可能的 自己用主观能动性 尽可能改善自己的出场设置 或者是插解自己的编码 错误的编码 而且呢 就是以这个女王为代表的 所有的底层表色 穷人 都有一个特别先明的特征 就是缺少自知之明 缺姐又跟她说 我说你之所以在签证问题上 表现出一系列的愚蠢 急吼吼和草率 根本原因就在于你穷 穷还有欲望 还有过度不恰当的 不合适的 不应该的欲望 穷还硬尿虚荣攀比贪图想乐 所以你迫不及待就要让你这有限的 从雅缝里抠出来的 一分钱 白成八瓣花的这种 就这个 这个旅行费用花的值 为了花的值 你就丧失所有的理智了 什么钱中规定你的 你的POSE呢 你明明人家形成的要的是 你把形成写详细 结果你却理解成 你要特种兵旅行 你所有的这个误解 你说你是听不懂中文吗 你是文王不识字吗 所有的误解都来自于 你要让你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 花的值 这件事的空门上了 你说旅行的本身 你如果说你要是看景点 看博物馆 这个不是说你拍个照 你在那就是什么 打卡留念一下 然后发个朋友圈 让人看见 这是你自己每时每刻的感受 你的认知 你丰富的信息 每个美的感受 每个这个画面 每个作品 你都能够深刻挖掘它的含义 你能感受到 这个作品带给你的这种享受 精神享受 精神价值 情绪价值 这是旅行的意义 而不说 我连这个博物馆 到底有什么展品 我都没看呢 哗就拍个照 这个博物馆到底长什么样 这个建筑风格什么样 哗拍个照 首先就摆个pose拍个照 急急忙忙 匆匆忙忙拍个照 看都没看 但是你之前花的值个拼 等于没花 你要是有这部分 你在网上看看照片 不就行了吗 那么多视频 那么多照片 你看了不就过过眼影 不就行了吗 不 他要活在那些 别人的这个羡慕里 这是虚荣的 他获得别人对他的评价 别人对他不了解他的情况 对他的这种仰视里 你看 穷人还虚荣 这有什么用呢 是吧 就跟着黄野鸡 跟着葱花一样 可笑 葱花那非要买什么名牌包包 代表他扩胎 说就配你那个猪头三 一看你就是一个 就是这种很low的人 因为你的老公决定了 你是不是一个low人 对吧 你的老公就决定了 你自己的身价 你是配了个正个猪头三 原来你就这么所谓的扩胎 谁还不知道 你看你老公有多穷了 是吧 他讲说我不在乎穷 他妈就看着这个帅哥 长得还行 我看着心里爽 这算力得和点力 是吧 什么力都和不了 他还要 嘴巴上把鼻子踩低了 抬高自己 你看这层花这傻鼻 活该 活该的活成那个 你再看那个黄野鸡 更可笑 说你这抠抠嗦嗦的 你说你跑到这来 你看我这次网友干嘛呢 是吧 有什么意义呢 我这网友 你没把我看好 我对你意见非常值得 我恨不得要捅你刀子 然后呢 你自己抠抠嗦嗦的 也没有获得任何的精神价值 情绪价值 你只获得了 你的贪婪 你的这种 只知所许 不知付出 你的这个妄想 落寇泡的这个绝望 一败图地 像个落水狗一样 像个丧家犬一样 夹着一个灰溜溜 滚回去了 你说你这心理由 有什么意义呢 还白换那么多钱 还白糟蹋一张机票 有什么意义呢 就还一些 然后你在这吃也没吃好 住也没住好 这还不满意 他们也有这个 你要是想 笨着说想享受 他妈你拿这笔钱 你去住三礼拜旅馆 你住不了吗 你拿这个机票 就在你多伦多 或在那个什么 什么大瀑布 你不是约泡吗 跟那个什么 北京的白区老乡约泡 在那个什么大瀑布的旁边 你们在宾馆里 什么打了个素泡 这是他白区在微信群里说的话 然后到底是素泡 什么泡区也不在乎 这是黄远基作为一个领了结婚证的 一婚妇女干的事 你再去多去什么大瀑布 自己开个房 多约几个男泡友 打素泡 婚泡都行 你不比你 跑着一趟来回来 你看我强多了吗 而这傻兵 他这穷人装着干这东西的事 而且呢 学姐还对这个男女的 他在南宁 当然他不是南宁人 他是这个广西的那边 特别偏远的一个什么地儿 学姐听都没听过 我说明明你那么少的存款 放在任何一个脑子正常 心智正常 精神正常的人那里 他都不可能选择一个要签证的出国 出国旅游 你说现在有那么多国家 包括新加坡 现在最近又对中国免签了 对吧 也有其他的国家对中国免签 说你不去 你偏要去要签证的国家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真行 这穷逼丧失 理智不顾现实条件 这个倔强 就这个穷人的特效 在你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穷人如果是虚荣 攀比 冲动 盲目 跟风 还有消费主义 也就是没脑子 那就会在 只会消耗自己 是害人害己的事 而浪费仅上的那点 金钱 精力 时间 还有最宝贵的 就是他的生命能量 他这次一败涂地 他一受了挫败以后 他就一决不正 我说包括你去给你爹 签坟这件事 我说你爹一个死人 他签不签坟 对你这个活着 活在世上的这些孩子 老婆孩子有什么意义呢 尤其是对你这么一个 只长逼没长屌的 这么一个连家口都进不了 这么一个女人来说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签坟只是活着 这个死人给了折腾活着 这父权宗族社会 编出谎话 来哄孩子的钱 给自己抬看而已 就为了让后代 来崇拜自己 来控制后代 就是满足 很多宗族社会 男权父权的虚荣性 这个全利益的 没有任何 不产生任何实际家财 然后呢 他还为了这个跑去 给他这种跑老家 给他跌自牵吞 还差点被什么鞭炮 炸一下眼睛 炸特别不舒服 还花了一千块钱 又跑去 这一路折腾 而是在车上 确解又跟他说 我说你都远离你的老家 对吧 你老家 那个什么客家的那个村子 你完全可以不去 过年不回去 放假不回去 而打个电话 真正的是特别需要用钱 比如说养个老妈 出粪子钱 那你就跟着出一份就行了 我说你完全可以不参与这种 你也有这个同居的对象了 是吧 你说你是无家 在可归的这个什么游魂野鬼吧 既然有同居对象了 是吧 我说你干嘛还要 第二天跑过去呢 我说这种宗族社会 吃女人的骗局把戏 你就不必要 它可你不 你说习惯 是离开不掉 其实都是你自己 不想改而已 你也不是生活在这个农村 宗族社会里 生活在熟人社会里 你就是不去 也没有一个人 把你抓过去 非要给你爹牵坟 这牵匪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本质就是你自己 不愿意在精神上独立行走 你还幻想着 有个宗族社会来投靠 宗族社会来保护 什么祖星来保护你这个 不带伴的贱逼 对于父权宗族社会来说 女人就是个贱逼嘛 就是男人的金盆肉变气 男人的产仔下仔的母猪 任他提来 任他打 任他骂来 任他用 就任何一个 你说你也算是 读过二本的扩招的 尽管这种垃圾二本 什么破文科 任何一个 就是你受过点教育 你脑有点脑子 有点理智 你都不需要受教育 哪怕你心智正常点 一般人都会在自己的原始积累阶段 减少开销 不要做无畏的消耗 一定要折服下人 不断的学习精进 自己的谋生技能赚钱能力 可你也不 你要及时想 花光造光 安抚你体内那么多的负能量和换兴趣 因为你本质就是一个 无法和自己好好相处的 轻浮任性的女人 我说你呢 二十五了 九九年出生的 今年二十五岁 你有着跟你年龄不相差的自恋 和天真幼稚 爱幻想 我说他成年很多年的老女人 是吧 还总把自己当小孩 这心态本质就是心智退化 这个巨婴而已 所谓的公主病 不说你愿意为了赚钱 吃一些体力劳动的苦 就不是公主病 而说你的心态就是公主病的心态 穷逼女人还有公主病 就是犯了大忌了 这个公主病心态 他会让你把握不住一切任何事 因为你所理解的 你所理解的事情 你所做出的行为言行 你和现实都完全合不上 然后呢 也是因为你的公主病凶凶 你连说点什么让别人能懂的 至少别看见文字能读 你到底有什么诉求 连中文都写不出来 中文烂的人英语跑不了跟你说 最起码你得有一门语言是精通的 最起码得母语的精通 对吧 然后呢 你在意的点 因为什么呢 你在意的点 根本就不是为了让别人读懂 你写这一套废话 不是为了让人读懂 他让缺姐 他给缺姐写 他要什么 去这个马德里高级法院去控告 西班牙驻广州总领事馆 要控告 说人家不给他签证 给他拒签了 然后他也写诉状 是吧 找律师 他连这个邮件他都不会写 写的是 前言不达后语 语无伦次 然后同样的意思 反复磨叽 因为他也不想让别人读懂 他到底是想干什么 他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 他要任性的发现 他有我这个申诉再次被拒签的这个垃圾情绪 而且是无力取闹 他完全不占领 所以你看你的这个文字表达就是语无伦次 不知所谓 八级所谓 然后让人看着就厌烦 然后缺姐还得给他改中文 我说你这写的是什么呀 我说你要是写你任何一个啊 就是说你学过英语的前面是怎么开头啊 中间是怎么交代事情啊 然后最后落款怎么落款怎么结束 都是有个章程的呀 对吧 你学英语的肯定这个作文肯定是这么写的呀 那写习语不一样的吗 我说就这个心态啊 就是你这种想发泄情绪的心态 一切都是任性 我说这个心态就是在你第一次签证啊 申请签证的那个行程单上也体现出来 就是你你不是 你刚不是考虑说读你这个行程单的这个人啊 这个领事馆的人工作人员是否愿意看得下去 你能密密麻麻乱七八糟的形成设置 你只顾发现你穷逼欲望多的欲望贪欲 因为你的宗旨就是让要这个旅行费用化的值 然后你甚至连多费一点心思 身临其境的设想下 景点的排队 这个时间花多少时间 逛着一圈走一圈的时间 然后来回来去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 交通的时间 而且每个景点的营业时间 它不是每天都营业 它也不是从早到晚24小时营业 它是从10点到19点 一般的时候甚至到16点 也就营业六七个小时 连景点的营业时间你都没考虑 你反正你就想自己爽 爽什么的 哎呀我要了我的旅行废话的值 包括找什么网友 所谓的我们在西班牙 申请过旅行签证 已经过关了 到西班牙来过的 成功来过的 网友帮你看这个形成档 你甚至都懒得揣摩这个网友是否愿意 就是愿意为你的签证问题花点时间 他有没有这个责任心 他有没有这个善意 他有没有这个诚意 他愿意跟交朋友的诚意 你就忙碌的把自己应该判断这件事 成功乖离 这个风险 这个责任你甩锅给跟你根本就不熟的 多半是个网友 因为首先你就相信农村人的那种 人传人 口传口 这种直接情感 黄也几乎说嘛 哎呀缺姐你为什么懂这么多呀 你肯定是被人骗炮了 你肯定是 这个你被男人伤害了 你被男人怎么 他把他自己的失败经验 在男人那里吃了亏了 被男人骗炮了 失败了 被男人侮辱了 被男人抛弃了 被男人殴打了 这个失败经验 不堪的经验 他甩锅给你 他放在你身上 他就成为一个胜利者了 他是个幸运 他给大baby 他是公主 他就不是他那个 他在他的话上 就缺姐跪在男人的脚下 给男人缩鸡巴的那个 健逼 他就是那个 高高在上的小工具了 他就不是那个 跪在男人脚下 那个鸡了 缺姐就成那个鸡了 你看看他的幻想 你说这种 他就是相信直接经验吗 你判断这个人 是不是有浓逼的意识了 你首先看呢 是相信 他只有直接经验吗 他相信这个 间接经验吗 他相信他有没有 整理文字的这个 这个 处理能力呢 他没有 这种人就是社会 阶层非常低的人 社会阶层低的人 他只相信 直接经验 他不相信 间接经验 包括听 QQ港播的 他都要把所有 不坏的经历 按在你头上 他不相信 你说这个 包括这个 广西男女的女王 不相信自己 往上搜集来的 就是搜集的文字 整理出来 他人的间接 他不相信 所以说呢 这广西男女 这个女王 本质还是个浓逼 对吧 我说我要说 你是个浓逼 你肯定觉得 我还在骂你 我明明呢 你和你对象 根本就没到 分工合作的 这个程度 是吧 你们俩就是一个同居 说几实话 两个阶层认知 比较低的人 都不存在 分工合作的可能性 因为他没有 合作的能力 两个穷逼 基本上就 互相占便宜 互相甩锅 互相推卸责任 这是屌丝的特性 两个男屌 一男一女 两个屌丝 都处于什么呢 刚刚这个生活在一块 然后钱并没有 放在一块用 否则他男朋友 不会一直强调 什么我这笔 这二十来万 是留着给我开公司用的 这个影都没有 那个开什么专利公司 连个影都没有 就按照他这笔钱不能动 让他不要花自己的钱 让这个女的 让这个女网友 花自己的 而且呢 他们这个有这个 屌丝的特性 就懒得为别人操心 不愿为别人 费脑子 能让自己少操点心 能把自己的锅 甩给别人 能让别人多担点 都是到这个阶段 都希望别人 为自己多操心 包括这个女网友 你说整理行李 整理自己 回老家的行李 难道你不知道 你应该带什么 你为什么让你男朋友 帮你整理你的行李 因为他不用 他不用你用的东西 他完全用不着 他为什么要替你负责呢 是吧 他只会应付你 交叉 这就是屌丝的特性 跟自己利益不相关的事情 都是敷衍应付的 果然就把他的手机充电器 给忘了 因为没有人会 设身体处地的 为别人彰相 都希望自己少操心 就随便敷衍你一下 然后这个男女女 还觉得自己 哎呀我被宠刀了 黄野青哥是吧 就喜欢这种廉价的 廉价的东西 包括那葱花也是 细花啊 他那个猪头三 婚前对他那个廉价的 保姆事的服务 这种东西最低成本 然后他们内心里 最缺这个东西 缺爱 缺爱 缺这种特权待遇 你看缺爱的女人 他把这个爱和特权 他都没搞清这个两个概念 什么是特权待遇 就是你也是生活自理 你是个成年人 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自己要生活自理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 我关心一下你 这是可以的 但是不必要扶你自己 游手一下 你自己应该为你自己负责的事 我为什么要插手呢 这就不叫爱 叫什么 那叫特权 你看这两个 这个穷屌丝女丝丝们 最喜欢的要的是特权待遇 他们要的不是爱 而是特权 然后呢 缺姐跟他说 我说你还要遮羞 跟我遮羞 折扫 说你的关系 是分工合作的关系 他从缺姐这学来的词汇 我说那你对象也不是什么 善于动脑子有规划的 明知这个亲重出国游 这件事不可取 他也懒得花心思 劝住你 拉住你 他是宁愿花冤往前 宁愿多跑腿 白跑腿 他都懒得动脑子的 属于新懒的这么一个懒人 穷屌丝还有个特能 就是懒 主要是脑子懒 新懒 而且呢 这种穷屌丝还有个特性 叫什么呢 他不善于谈判 也不喜欢沟通 然后还不会个人合作 因为穷人呢 首先的穷人就自己呢 是蠢 倔 因为蠢倔呢 就拒绝接受别人 就否定自己的意见 拒绝听 所以说呢 穷人和穷人之间狠 谁说服谁 谁都老是说服谁 因为知道说不动 不如就花点钱 然后把脑子交给别人 就就就就就 躺平了 就等死了 听天由命了 然后等到失败了 以后再拿这事来 当上什么把柄 来说别人 当上一个什么 可以拿住别人 拿捏别人的把柄 事先不预先的 个人谈判的沟通 你要说服别人的 你要想办法以礼服人的 没有 穷人没有这个说理的能力 穷人都是暴力的 压制 你看缺解的死爹 他有这种 穷浓屌的这种 劣根性 他的特性体现 他不讲理 不讲理呢 他拒绝别人 他的讲道理 他听都不听 你再说我就揍你 我做错了不许说 你什么我就揍你 那这样的话 别心里不服你 他就会整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很多的 其他的 一系列的障碍了 一系列的问题了 一系列的矛盾了 他就给这个家庭制造有话 包括他那个后妈 他娶的那天 为什么那么残害 迫害缺陷 就是要转移矛盾 转移他们夫妻的矛盾 到缺点这里了 两个人都寻到了 发泄 力气的突破口 这个下水到了 两个人的婚姻就保住 暂且保住 那缺点早就看出来了 他妈我意有本事 我一定要抛弃你们俩 然后呢 你看啊 而且呢 这穷屌丝呢 还有一种特别可笑的东西 就什么呢 明明呢 就还没 八字没一语了 就跟他聊一聊 然后就说 这出国的时候 移民的事 是吧 然后又举例了 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网友 油安娜的事 我说人家把我护照也换 我说人家也不回国了 我说人家可以拿着护照 可以做很多事 然后呢 他马上他就说 给这个南京女王 这个广西女王 跟卓姐说 说他对象 东北的 叫做那黑龙江的 农村的 他父母是养猪的 他居然还有种 特别牛逼的自豪感 说那我对象觉得 中国护照不能换 他说居然你对象 还觉得这个中国护照 多牛逼多自豪一样 我说他都 你们都不知道 老外在他们自己的国家 申请中国的旅游签证 不需要老外提供 行程当 也不需要宾馆订单 甚至连机票都不一定提供 说订机票都不一定提供 只是拿着自己的护照 拿着自己的签证费 有一个报名表 然后有一个这么 这近三月的银行的留肥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银行的留肥多容易啊 下了吧 路过银行顺便打印一下 这有什么难的 自己在公园集中夸号就打印下来了 就这么简单 这缺姐坚守过啊 缺姐老公跟缺姐婚前他就这样的 你看有没有说让缺姐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 看那去德国的钱 有没有缺姐那个难度 按照本人都不需要 亲自跑到柏林的 中国大使馆去面前 也不需要 什么都不需要 就是通过 缺姐老公就通过本地的 市政部门 交了一点这个代办费 过了一些天 这个签证就来了 然后这个签证 这个市政 就给缺姐老公打电话 说你签证不下来了 你过来这个下班的路过 到这个市政 来领一下你的这个签证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我说外国人拿中国的旅游签证 和中国人拿外国的旅游签证 这个麻烦级别是一个等级的吗 而且呢就是 以前呢就包括缺姐那个年代 还得去什么户籍所在地 去办户证 还得去什么户这个那的 还有去什么 就什么客居地 定居地 去办什么 什么居住证 还得办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卡 那个卡 什么居住证明 什么工作证明 什么都有 那你这老外公拿的 证的证明吗 我说这些不就是为了刁难中国人吗 我说就这 我说你们还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中国护照自豪感 好像就外国政府纷纷求着你俩 赶紧换了国籍一样 都笑死了 然后却却又吵笑他俩了 我说你们俩都不知道爱国 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你们以为的爱国 其实你本质就是爱权利而已 爱这个专权 爱独权 爱独裁 爱极权 然后这种爱国主义其实就是愚昧无知的 球屌丝的这个假洋棒 假洋剧 按摩棒 就是这个流氓无产者的 这个阿Q时候的精神上吕法 精神大麻 吸了大麻 爽了 本来本来被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活的这么苦 这么累 突然有爱国了 这个精神大麻 可以吸了一下爽了 确实也有啊 就是在自己活的特别苦的时候 突然想想这种打热空的 宏大的叙事 也是感动了自己 一个人在屋子里就热血沸腾的 这样又给自己打了一个精神麻痹 确实以前做牛屌丝的时候也这样 确实不仅嘲笑别人也嘲笑自己 我说你们俩 都有典型的穷人 难以从社会底层翻身的这个心理缺陷 性格缺陷 认知缺陷和行为缺陷 我说我为什么不想和你交朋友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典型的穷逼 穷逼白嫖怪身仇等 浪费我的时间 精力为你的愚蠢无知 你的愚蠢莽撞 擦无意义的屁股 如果说这屁股擦的有意义 我给你擦一点麻烦 我给你的取消麻烦 给你的帮你这个消除一点麻烦 我觉得还值 可是这没意义 比如说这个网友让缺姐给他宾馆取消订单 他在马德里订的宾馆 我说你他妈在乎 你也得把这个订单预单预定的号码那得给我呀 然后我要了 我在那微信上写了我要预定号码 他跟瞎子一样 读不懂中文一样 他不改 没反应 他非要说这个宾馆造啥名 这宾馆写是什么电话 管他要预定号码要好多遍 他要不出来 他没反应 就听不懂人话一样 然后我就在那打电话 然后给那边的那个服务生 服务生呢 就很不耐烦 不断的催 不断的催 就问我要的预定号码 然后呢 你说我说我打那个电话干嘛呢 结果呢终于打通了 终于给了 预定号码给了 然后人家说 那你这个用这个预定号码查 你这个是从 应该是从booking上取消 因为你这是从booking上 这个这个这个网站定的 所以说呢 取消订单的流程 应该是从这个网站取消 不能从宾馆直接取消 你这不上去也白打这变化吗 就你身体这个 连取消订单的流程 这个规矩都不懂 你就盲目的去booking上下订单了 又什么呢 他认为便宜 你看 穷人就喜欢贪便宜 然后吃亏 白花钱 你看 然后他取消了 他终于他自己 他知道了 原来必须得从booking上取消 booking取消 还给他扣了一半的费用 他没住 一天没住 给他扣了128欧 130欧 一天都没住 然后自己 取消订单 也不应该是让我给他打电话 给宾馆打电话 这应该从booking上 这我不爱给他打电话吗 他给我带来个麻烦 浪费我的时间 然后呢 我说有你这个宠货做朋友 我说你会不断的麻烦我 做这种类似的无用功 我说而且你还不知道感激 因为我会骂你 你让我做无用功 我会骂你 可是呢 你觉得你自己倒霉了 我就应该 这个朋友就应该 无条件的给你擦这种 没意义的水屁股 我说跟你这种 穷逼 low逼 傻逼 做朋友 就是常说的 无意义的向善 我在向下兼容 向下社交 我说就是因为你这个穷逼 又蠢又倔的 这个裂根性 我说哪怕领事馆给了你 说拒签 还让你申诉 是吧 就给你感受的机会 可你坚决不敢 因为你就是偏执的认为 领事馆就是跟你过不去 因为缺险 一刀见血了 就捅下去 我说你穷 我说你 你比穷管那么少 我说你 你这个 你这个 如果拒签的话 就你穷管太少了 哎 他脑袖成怒了 他就认为 这个领事馆跟他过不去 然后呢 他呢 就明明人家 这个领事馆 给他写拒签的理由 第一次拒签的理由 说他这个行程 行程单的日常 安排的太满 说你就改了就行了 然后呢 把你的行程和宾馆 再对一下 他宾馆他也修改了 结果呢 他宾馆 他修改成五天 明明他在马拉利待两天 他结果宾馆 还修改成五天 但是呢 他认为 是这个领事馆 可能过不去 他就讨厌去做修改 这个行为 什么 让他修改行程单了 修改这个宾馆了 修改宾馆预定了 他就觉得 哎呦 我这个公主 居然你麻烦我做这种 这种秘书的活 哎呦 我这 祥归 祥的就是什么 余尊祥贵了 是怎么着 我这缺财了 你这给我添麻烦了 你领事馆给我添麻烦了 我说你内心 本心 就是讨厌和抗拒 做这件修改的行为 所以你修改起来 就不会真的用心 然后你不会真的 谦虚谨慎的检查自己 这次修改文件的漏洞 哪怕就给你这么一个 不需要再花钱的机会 申诉是不需要花钱了 可是你仍然白白的浪费 可是尽管申诉不花钱 可是你来回来去 你要又要低材料 本人亲自去 然后面前也要本人亲自去 你看 你看这外国领事馆 会折腾中国人吧 你看这个 中国大使馆 有没有说让这个 外国人老爸亲自去大使馆 去送材料 亲自去拿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 申诉结果 都不用 而且基本上 中国大使馆没有去先过 我说就是你 你现在这么费劲 把你从南宁跑到广州去 来回折腾 来回的路费 来回的时间 来回的拆旅费 还有吃啊喝啊 甚至开了宾馆 开房了 我给你这几乎 你这样白白浪费 我第一次拒签 是因为你抠门 你还非要冲阔 你还非要什么 中阳逼 这个心态 然后申诉你在拒签 就完全是因为 你穷人拒不认错 这种蠢却心态 你以为自己 糊弄对付下 这领事馆 然后领事馆 这个审核材料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秘书 还什么的 就是个傻逼瞎子 是吧 他不认字 他发现不了你这些 文件的漏洞 你形成单和宾馆的 篇数对不上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签证 不负责任 你就认为 这个领事馆的这个 这个秘书 就应该对待自己的工作 也不负责任 就给不给你这个签证 申诉成不成功 反正他也不会多加 一毛钱工资 他就认为 爱着你肯定的就给了 确切也真的认为 我说那你都申诉了 是吧 都改行程 他怎么可能不让你通过呢 是吧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 存款很多呀 也有存款很少 结果人生申诉 拒签的理由是 你的行程目的 不明确 人家怀疑 你看啊 你的行程 你在马斗里 你待两天 结果你宾馆订了五天 你交上的那个宾馆的 预定单是五天的 人家怀疑你就是乱搞的嘛 我说我为什么不想和你做朋友啊 因为我知道 再接下来 你这种只知道 等靠要的傻逼穷逼 然后我就得不断地 给你制造出来的麻烦 就是什么佣人自老之 真的是佣人自老之 就这种麻烦 完全没意义 没价值 没效果 没有任何用的这种麻烦擦屁股 然后同时我还要源源不断地安慰你 你这源源不断冒出来的垃圾情绪 我说你就是一个情绪的吸血鬼 作为朋友来说 你就是个麻烦制造者 然后你动不动还每天就学不动了 今天就这事明天那事 没动力学习语了 我说一天就那么抽风那么一个小时 我说你干什么不干呢 动不动就这批事那批事 喉咙痛的 那去解释前两天那咳嗽的很厉害 那我喉咙痛得要死 我也没有叫 他妈也不是不能说话 这能死 到死的程度 我们真没到死的程度 我说屁一点是要去学个东西 还让别人追着你 把这戏味到你嘴里 我说我又不是你妈 我管你学不学 我说你又不是学给我的是吧 我说你去上什么学 你学个屁呀 是吧 我说爱打游戏本身也是这招 自己大把的人生不知道怎么利用 时间不知道怎么用 虚度时间的这个穷逼臭掉 所以大家可能就喜欢打游戏 你看吧 基本上爱打游戏的人没有一个 是学习好的 我说就是你们这些穷逼垃圾人口 就是被穷逼垃圾父母 制造出来的一生都是无聊的垃圾人口 我说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我说难怪这个工具会啊 会这个长老会会流行什么人类清除计划 就是要清除你这些垃圾人口的 你看啊 就是这个 这这他呢 就是穷逼啊 就是这种的 农村人呢 特别不喜欢 就是整理文字 根据文字 来整理出自己可以借鉴的经验 你说这这种缺解决问题了 我说你啊 签帐的时候 你难道你没在小红筒 在网上搜一些被拒签的理由呢 有哪些你逼过去 你不要踩雷不就行了吗 多简单 这两分钟的事就完成了 我说为什么你发了那么多经验帖 不去看 我说你非要找什么网友帮你看呢 我说了 我分析出来了 因为那些经验帖 也就是文字 不能提你承担责任 而找人可以承担你预判失误的责任 你可以甩锅给人家 我说你这样你就再次体现了 穷逼最喜欢靠别人 靠着别人对自己负责 然后穷逼靠别人替自己操心 这种人就是白嫖怪吗 这就是伸手打吗 而且呢 也正是穷逼爱甩锅 爱找替罪羊的心态 我让你被拒签 我说你呢 这个动物本能和这个条件反射 第一反应就是悦汉零售馆 你认为自己没做错 你认为自己被针对了 你认为自己付出那么多的心血 打那么多的字 多辛苦啊 多努力啊 自己一片苦心喂了狗 错的全是领受馆 然后你就狗急跳墙 无理去闹 暴跳如雷 我说就你这个心态 你觉得好意思吹嘘 说你自己啊 是什么出生时被文取星照到了 就这么一个扩招后 这么一个烂学家 烂本科 破二本 学英语专业 如果说外语单出的话 基本上都是必死 在博外可能是必死 我说你这辈子是在领村也没出来过 没见过世面吗 我说我认识从小到大 我认识那么多从农村出来的学霸 也没你这么缺少自知之明的感受 吹自己什么 文取星照到了 我说学霸也没有你这么幼稚 这么任性 我看很多农村出来的学霸 他却有一路上 在初中高中都遇到过农村来的 那些学习特别好的 特别踏实的 你看人家的心态 你看人家那个情绪 根本就不是 这个欲望也表现出来的 连缺姐 遇到这么多 就是骚扰 干扰缺姐的 这些破事 那缺姐也没有她这么情绪 这么不稳定 而且呢 这缺姐想说什么呢 我说你英语专业 是吧 你都没有考出专八 我们专八 你用欧标来这个对 这个对接的话 如果真努力的 这个怎么着 连CE都没有 专八 英语专八 放在欧标里 连CE都很勉强 因为CE它注重的是 对话和听力能力 就是基本上都是 对话和听力一大堆 写作一大堆 它不是那么注重文学性 主要注重实用性 注重各种各样的什么 职业话题 要什么技术话题 要注重这个 而中国国内的注重什么 什么文学 我说 我说你呢 就是连段 这个CE都没考出来 我说你现在这个专四 是吧 也就相当于 这个欧标的 BR 是吧 BR 我说你就觉得自己 不用天天每天的 健康插针的学习 你放假这么长时间 你这多好的学习 充电的时间呢 我说你居然还想打游戏 这不是健康插针就学了吗 学外语 任何一门外语的 就是健康插针的学 为什么缺解的老公 拒绝学中文呢 拒绝学这个西语呢 因为她知道 学任何一门外语 都非常艰苦的程式 漫长的 基本上你这十几年 不干别的事 你总得要干这件事 这样你才可能学的好 不是靠你两天的突击 我确实也想过突击啊 也没突击成功啊 对吧 我再者说 我说你找的这个对象 还东北的 这么一个浓点 我说也不是什么 自如优秀的人吧 我说和你一样的平庸啊 我说你居然还洋洋得意啊 觉得是投奔你了 他从什么黑龙江 投奔你 你把他给带跑了 跑到你的地盘上了 还觉得自己什么 孕夫有数 说句实话 男人从来没有为了爱情 去投奔女人 是男人在他自己的老家 是走投无路 我说因为他在东北 是没有前途的 只能是男下 然后呢 正好有理政的一个人陪着他 那他就不用一个人下床 像那个 小姐前段儿子 拉黑的 赶跑的一个 这个深圳的 也是东北 什么吉林的 吉林的什么 延边的 那个小城市的 那么一个屌丝 他还觉得什么 女的 不如他 可以享有这父母 全部的投入 全部的资源 女人太惨了 他还生出这种优越感 你看他 他的优越感就是 哎呀 这男人投奔我 他觉得他自己很有魅力 可是男人从来没有说 就投奔爱情了 原来永远都是投奔他的前途的 我说而且呢 你和你姐的妇科病 都是因为 你们彼此的男人 都是脏懒臭 不爱习屌 传给你们的 他那个妇科病 还做了手术 什么激光手术 加什么子宫进口 做了什么 把什么囊炮 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确计对妇科病 没有什么研究 这研究的少 因为确计 确计没有那种直接经验 我只是看了网上那么多 例论 就是 往后卖吧 现场先卖一下 你说具体 有那么多种类 我也不是很懂 我说你 居然认为 你姐也有妇科病 就等于你的妇科病 是普遍的了 就是常见的了 就因为其他女的 被男的传病了 还被男的抛弃了 就等于女对象 对你很有责任心了 她没抛弃你 陪着你去看病了 就等于她有责任心了 我说她有责任心 她最起码 她应该洗个鸡吧 她能做到吧 洗鸡吧 最起码的 卫生习惯 她都不愿意为你改变一下 然后呢 她好像觉得 你看我的对象 不去抠女 不去泡妞 说明她对我很专业 我说她就是一个 得过切过的 懒得花心思 再去搞其他的女人 她就不是一个 有生命能量的 不是说搞其他女人 有生命能量 而是她连搞女人的 这个生命能量都没有 我说跟她有没有责任感 都不是一回事 还把她夸的 你看这个女人 她又一旦在男人上吃亏了 哎呦 她就反复的 这个寻找这个 给男人编造理由 寻找这个男的 所谓的责任心 她是独损她一个 尊重她一个 黄岸熙也这样 黄岸熙就跑回缺姐家里 还在那 留着哈拉斯说 哎呀我们家 欧阳博文 怎么怎么的 他妈你这样少调 搞点破鞋 你真把你欧阳博文 当个 就是山东浓屌卡 你就不用当男人卡 你就当成一个 传统文化的 一个浓屌卡 你都不会说 搞一次又一次的破鞋 你卖了一次又一次的逼 你约了一次又一次的破鞋 这是在你领了结婚证之后 领了结婚之前 你难道你是一个 首富道的 这个良家妇女吗 从小学就开始 在网上招嫖子 就什么跟男朋友 她跟缺姐说 舔舔逼 她没有跟缺姐 谈什么开房 因为缺姐不想听 那你说舔逼 难道你是在大 大街上 扒了裤子 掰个大腿 舔逼 缩机子的吗 你不得是开房吗 你从小学就跟男朋友 开房的这么一个野鸡 她竟然觉得自己是良家 真劫烈腹 这真他妈 异象天开 真他妈 给自己脸上贴近 这种 对贴姐来说 简直是无法忍受 因为什么 你真敢说瞎话 你把我当了傻子了 然后青角丝 还有一个特征 是懒得动脑子 懒得费心思 就新懒 他连高女人都懒了 因为什么呢 对于没有 就是他这辈子 都没有过什么成功经验 他只有垃圾情绪 只有失败的经验 而这种穷逼的穷屌 来说 主动思考什么事 主动的规划什么事 就是很痛苦的事 你看看 这就是穷逼几大特征 确切总结了吗 为什么很多穷人 你看看 贫穷和愚昧 永远都把他们压在社会底层 就是代代相反 很少有能跨越阶层的 能跨越阶层的 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至少你不消耗孩子 你不给孩子带来很多的负能量 你不在孩子上发现你的垃圾情绪 你不把孩子当成你情绪的下水道 你不当情绪吸血鬼 从爷爷那边开始 对待你 善待你的爹 或者你爹醒悟了 他开始 最起码他不消耗你 不折磨你 不虐待你 不情绪虐待你 很多父母特别善于 情绪虐待自己的孩子 尤其是女儿 知道女儿长大来狠 不解释 没有能力打回去 更没有能力说 清醒过来 这个父母的 这种有毒的父母 他们永远都不敢承认 自己的父母是有恶意的 让他们承认 父母不爱自己都非常痛苦 你看穷皮就最喜欢自我麻痹了 自我欺骗自我麻痹 然后假黑 穷皮最喜欢假黑 你看那个中年鸡汤大妈 全是假黑的 基本上就是这种鸡汤大妈 没有一个滚烫的 就是人生你看看 是一路的失败 然后自己还要去掌控别人 还喜欢掌控别人 还要去拿捏别人 他看到你 或者说没有那么爱装逼 他就想拿捏你吧 就这种傻逼 你看 自以为是穷人逼就爱 特别缺的就自知之明 因为无知 特别自大 又因为无知 特别莽壮 又因为无知 特别虚荣 所以说这期缺解视频 就想说一下 穷兵为什么难以战胜 代代相反这个穷人的毛病 尤其是垃圾的情绪 过度的欲望 和自己自身的条件资源 金钱不相匹配的欲望 不说你不能有欲望 很多人听了 缺解广播会误以为 说缺解是禁欲派 什么买个什么什么 跟自己的就是经济条件 相匹配的什么什么东西 当然是没用的东西 缺解就认为这是什么的 就有点紧张 看到缺解 有个缺解的归着老乡 缺解就看一眼 无意中看了一下 黄金的吊帽 香价 就看了一下 他就紧张 他可能推了 听了缺解的广播 反消费主义 他就害怕 他以为缺解在说他 在指责他 为什么要买金香料 虚荣 怕缺解说他虚荣 我看着他想法 其实没有 缺解就是突然 注意到这个东西 我在描述我注意这件事 我并没有评判 并没有评判 很多人都误会 缺解 是一个什么 又进性欲 又进负质欲 又进攀比欲 又进什么欲 又进繁殖欲 又进这个欲 那个欲 缺解就把缺解形成了一个 古墓派的灭绝师 不是的 就是你和你自己的资源 和你自己的各方面匹配的欲望 是可以有的 我今天我就想吃螃蟹 我就买得起螃蟹 我吃了怎么着 我今天就想吃了这袋好的 怎么着 我今天突然有一个欲望 今天我就想臭梅 我心情好 我就想买一个假桌子 这没所谓 如果我花个十二欲 十一十三欲的 我买个假桌子 我就买一买 然后买一买 然后我把它 我也不会说 频繁的买一大堆 是吧 我就买那么一两只 我一年十年八年 我都不会买这么一两只 这个没用的假桌子 我就买一买 没一买 让不知道的 不问我的人 就是不主动问我的人 或者说路人 他误认为这是假 这是什么银桌子 就我这种 我说我跟我自己的这个金钱 我的存款 我是匹配的 我说我买个十二欧的这个铝桌子 然后让路人误以为这是银桌子 他跟我的这个各方面经济条件 不是不匹配啊 我天天买个银桌子 我也买得起啊 天天要买个这个银桌子 我也买得起啊 这是我不想买那么多垃圾 这是就 就简的这个极简主义嘛 极简主义也没有说 我让自己的生活 到了不方便的程度 就是我自己正好 用得着 够用了 不要过多的 就给自己增加那么多东西 就行了 这种 只要跟你各方面匹配的 这都不叫奢望 而是什么呢 和你自己各方面不匹配 你说这个男女的女王 她一共就有五万的存款 她要搞个西班牙的 这个什么旅游签证 这一来回 还要玩个一个月 你想她五万块够不够吧 每一天大约是八十欧 就是八十欧 你要是一个月的话 是两千四百欧 两千四百欧 然后你这三万块钱 一来一去 然后你还有机票 然后各种开销 那基本上三万块 你都花进去 你说这个男女的女王 她有没有说理智一点 说你这次你把钱都花了 你下次有任何事 你都做不了 有什么样的计划 你都做不了 想买房买不了 生了大病治不了 然后你想调动个工作 你要轻狂补给 男朋友跟你分手了 如果说你不小心 怀孕了 你去做人流 钱到我你都做不了 无痛的人流 对吧 然后你万一被车撞了 你到医院 没有什么好的保险 很多药你都买不了 什么意外你都应付不了 什么计划你也做不了 你就把这个 你就玩了 我爽了 让别人看到 哎我也出国了 我从小就看这个什么 这个西洋的文学 那确实也是从小看这个什么 这个西方的古典名著啊 可是我也没做和自己 经济各方面不匹配的 那我出一趟国我就不回去了嘛 我就留在这了嘛 那我来一趟 我出一趟也就值了嘛 对吧 这种 不是不是什么富人 就这种穷人 还不能说 让自己的这有限的资源 发挥最大的效率 你看他发挥效率是怎么的呢 他是要搞旅游签照 然后呢 要搞特种兵旅游 他是在出国旅游的前提下 要搞特种兵旅游 那你要是真的没钱 你就在国内特种兵一下不行吗 你哪不能打卡 他说国内都差不多 都没意思 国内他都没看拳 他也没吃拳 他也没吃过 也没见过 他就国内就没清楚 你看学姐在国内的时候 主要是没人陪着学姐 学姐也没有真正的说 身边有什么同居男友 谈过恋爱 说天天有个男朋友 陪着自己去玩 你跟着女朋友 什么女同事去旅游 基本上都没有太好的旅行体验 就遇到不着调的女同事 你感觉这个旅行体验 也不怎么好 包括你遇到的这个女同事 就确认之前提过 就那吉林的那个女同事 不知道调 你说你在宾馆里 不是宾馆里 就是民宿里 把人家老太太的水龙头 不小心搬掉了 搬坏了 让人家讹诈你 你就别磨叽了 就是你这样出来了 是吧 就20块钱 10块钱 他为了20块钱 10块钱 跟人磨叽半天 赶紧给人了 去就走就行了 二话没有 人家老太太就是讹诈你 他还要磨磨磨叽 还要求人家 求个屁啊 是吧 出完去住民宿 就是为了省钱呗 他这是这个牛老师 他找的房间 还不是缺姐 缺姐真没有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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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闲工夫 要住一个便宜的东西 他安排了 缺姐就觉得 他又不要吃了 我又不要吃那个 他又要省钱 你看看 跟他出来旅游呢 然后呢 他还得度计你 反正就感觉跟女的旅游 没什么好的体验 跟男的这种事 你看跟老公 那就这种事就遇不到 人家不就看你是女的 两个女的就欺负你们吗 外边的人就是这样 完全就有从灵受费 所以说缺姐 在国内几乎上没有旅游 没有单独旅游过 很少 只要是单独旅游 没有一次是快乐的体验 跟国内的什么女同事 也没有说她要给你着想 都很自私的 这种就是没必要 不是很好的朋友 不是说很合拍的 不是很好的关系 都不要结伴流了 只要是能走到一起的 最起码你得为对方着想 能有这种 最起码的这种热忱 这种善意 这种暖意 这才是你们结伴同行的前提 否则就贸然结伴这么意思 然后呢 你跟这个人也没什么可看的 基本上就 你记住的 跟这个女同事记住的 不是景色 而什么呢 而是这个女同事 带给你的负能量 负面的情绪 说有秋姐在国内 有限的几次旅游 这种体验 她的技巧 你吃的多了 她吃的少了 女人之间 中国在中国这个男生社会里 女人之间很少能形成一个 就是这种心比较奇的 这种朋友关系 都有点小心思 她还妒忌你 你说贴姐是这种 IMTJ人哥 几乎是没有妒忌性 因为我觉得妒忌别人没用 为什么要妒忌别人 别人比自己好不好吗 比自己好了 那我得向她学习呀 是吧 我要看不上她 我也不向她学习 为什么要妒忌她呢 莫名其妙 很多人都是这样 她跟别人的关系 她不是说 要跟别人有善意 她是什么 对别人处处充满恶意 要攀理 寻找这种心理高位 有优越感 你包括 就贴姐现在上这个破语言班 你说看这语言班 有几个是能靠着什么 西语 能够在这个社会 找到什么体面的工作的吗 这里边大多 绝大多数是找不到体面工作的 也不可能 就靠着语言班上个什么 以后再去深造 再去读大学 只有一个菲律宾的女同学 她的语言能力比较强 因为她看的东西多 她气性的脑子还好 她善于学习 她喜欢学习 只有她能做职业培训 你看这波 中年大妈 初年大叔 没有几个是能做 在西班牙社会能够 站稳脚本能找到工作的 没有几个找到体面工作 都是餐馆里的 要不就年轻点的餐馆里的 刷盘子的 或炖盘子的 或者是这种服务员 要不就看店的 就这种 然后在自己的国家 本身一看就知道 本身在自己的国家 就没有读过什么书 也没什么学习能力 来自于比较垃圾底层的家庭 尤其没有东欧的 穷白衣们 穷的这种穷逼们 然后呢 各个还都以自己 所谓的什么细语 但暂时比你好一点 要达到你的心理高位 她要踩低你 你说这他妈 你们又不行 之间在这个圆瓣 又不行了 利益症 利益症都又不在一个公司里 也不是有什么 都有前途发展的 像缺解学习 就完全是为了 让自己生活方便 为了自己养老生活方便 我不要在这个国家里 有语言障碍 这就是缺解 这个学习的目的 我也不是指望着 这个什么找工作呀 要争取什么利益呀 任何都不需要 我就是需要 让自己生活便利 你看这帮傻逼嘛 还要在你身上 找他们心理 这个高位的这种优越感 哎呀我细比你多得 你他妈 你在这待了这么多年 你在这语言学下 你都学了这么几年了 我这他妈 我才自己突击 跳弯进来的 我在这又没待几天 我任何一个生活中 都不认识这种西班牙人 我细语说的那样 我细语听的不好 那还不是应该的吗 哎 他就觉得可以在你身上 寻找这个存在感了 优越感了 他人心呢 真的没有几个好 就觉得可笑 慌疼 真的不行了 利益中道 他都要在你身上 去找悠悠感 要踩到你的这个头上去 你说这种傻兵 你说这种垃圾 这不就是垃圾人口吗 所以说缺姐 认为自己爬的 还是不够高 如果爬的够高 一定要把这些垃圾 全部甩掉 一定要爬到最高 远远的把这些心怀恶意的垃圾 臭屌丝们 穷兵们甩掉